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白姐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比利时的新冠疫情 因为现在欧洲疫情呢,以意大利为中心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意大利的确诊人数都快超过1了 那么比利时作为欧洲的中心,自然也避免不了疫情的传播 那主要是因为呢,2月的最后一周是学校假期 很多比利时人呢,都带着小孩去意大利度假 那么导致这一周呢,大家回来以后,疫情就开始逐渐爆发了 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比利时最近疫情的情况 那包括政府的政策啊,民众的态度啊,还有华人的反应 以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歧视问题等等 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看一下比利时到今天3月6号为止的一个疫情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是比利时媒体做的一个总结图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3月1号之前呢,比利时的确诊案例呢,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从武汉撤侨回来的一个比利时人 那么他也是在医院里面隔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康复了 那么之后呢,出现的新的两例是3月1号 那么分别是从意大利和法国度假回来的 被发现确诊新冠病毒 那么在之后呢,几乎每一天都在成倍增长 我们看到3月2号是8例 然后3月3号是13例 3月4号是23例 3月5号是50例 然后就是今天涨到109例 那么这109例呢 政府说只有两例呢,是要住院隔离观察的 那么剩下的107个病人呢 都是让他们自己回家,自己自我隔离 也就是说他们的症状都比较轻吧 就是只是有一些咳嗽和感冒症状 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发烧 比利时呢,都是不会让你住院隔离的 除非是情况比较严重,才会让你住院隔离 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么现在比利时政府的政策呢 就是对于疫区的国家呢 并没有关上它的大门 也就是说,所有疫区的人民呢 还是可以来比利时的 只不过如果要是在比利时 你是从疫区来的 或者接触过从疫区来的人 那你感到身体不舒服 那么一定要联系你的家庭医生 然后家庭医生来判断 你是否需要进行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 然后如果需要检测的话 那么安排时间检测 检测是阳性的话呢 那么就需要根据你的情况 是住院隔离还是居家隔离 另外呢,就是政府只是说 不鼓励大家去意大利或者是法国 这些就是疫情正在爆发的地区 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可以自由出入这些国家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它已经取消了很多 就是学校和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一些活动 另外有很多活动呢 也被拖延了 另外就是政府一再强调的就是 如果你即使是普通的感冒 也一定要在家里居家隔离 千万不要去上班 因为你在做检验之前 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新冠病毒 还有就是政府一再强调 最有效的方式呢 就是勤洗手勤消毒 但是他们并没有强调说一定要戴口罩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比利时的药房 已经买不到任何口罩了 就是连最普通的那种医用口罩也买不到 就更别提那种N95了 这个小白姐已经跑了好几个药房去问过了 那么比利时民众的态度呢 我觉得最紧张的其实还是我们华人 因为华人知道就是中国的疫情有多么的严重 然后我们国内为了抗击这个疫情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而且都各方面都非常的严格 所以看到比利时的这个这么松散的管理 然后还有这么自由的不能说无所谓吧 但是觉得他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 这么严肃的去对待这次疫情 所以不免就是让我们华人会感到非常的担心 那么对于比利时的普通民众来讲呢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流感 他们觉得致死率不高 然后并没有什么担心的 就主要是靠自身免疫力 能扛过去就扛过去了 而且在比利时是看不到别人戴口罩的 那么这段视频呢就是我在火车站拍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么多人 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那么下面说一说就是我们华人的反应吧 华人反应基本上就是不太认同政府的这种松散的态度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认同祖国的那种严格管理的制度 我觉得比较才能彻底消灭这个冠状病毒 所以呢也有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欧洲华人好多回流 就是回到国内 因为大家还是比较信任中国的这种严格管理 然后才能彻底消灭疫情 因为欧洲的这种松散的管理实在是让人太担心了 非常担心它就是会大爆发 而且呢据我所知就是大部分的华人都已经 给自己家囤了很多的生活必需品 就比如说吃的米呀面呀油啊盐呢 还有一些罐头食品呢 卫生纸啊什么的 就是很怕自己就万一被封城或者是不能出门 都做了一些比较必要的准备 其实不光是华人 我觉得很多老外很多比利时人当地人 他们也囤了很多东西 因为都看到意大利那个封城的情况 然后超市大抢购 这样也就是造成了人们的一点恐慌吧 但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比意大利还有就是 我看到美国货家抢空啊什么的 我觉得比那个要好一些 超市里面还是不停的在补货 那另外呢就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大家比较关心呢就是我们在海外会不会被人歧视的问题 那么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呢 我是每天上班都要坐公共汽车 然后坐火车 然后再去上班 包括我的同事每天都相处 那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歧视的问题 但是说实在的 我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 我是不敢戴口罩的 因为我听说在意大利还有在英国 其他欧洲国家呢 华人戴口罩有 就是被骂呀被打的情况 其实我也是挺害怕的 当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咱们也不知道在比利时有没有 但是我觉得比利时相对会好一些 那大家呢 如果可以 就是有一个YouTuber叫 Would you react 那他拍了一段视频 就是请了几位演员 那么三位中国人和几个比利时的演员 那么在比利时的地铁里扮演一个 种族歧视的一个场景 然后看一看周围的人是什么反应的 那么比利时人当时的反应都是比较正面的 就是都是会去帮助中国人 然后去骂那个假装歧视中国人的演员 所以我觉得比利时人相对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次疫情呢 对经济的影响肯定也是非常的大 就是尤其是旅游业呀 还有就是和中国相关的一些企业 都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呢就是比利时的经济部 比利时政府呢 收到了很多企业的申请 听说已经超过了200家 就是要申请一个经济的经济失业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呢 因为公司的经济不好 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发展 导致公司的效益不好 那么就会申请公司的员工呢 回家回家待着 然后这段时间呢就只能领65%的工资 就是维持基本的生活 那么等到疫情过后呢 这些员工再回去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 他们说准备至少大概要三个月左右 另外呢就是还有 因为比利时政府 卫生部呢是建议大家先联系家庭医生 然后有的检测 其实家庭医生就可以做 但是呢最近听说家庭医生 联名抗议 因为现在家庭医生已经无法保护他们自己 因为没有足够的口罩 比利时的口罩为什么这么紧缺呢 因为大家都说是前一段时间 中国人往国内寄的太多了 因为为了帮助国内的疫情 捐了很多口罩 所以比利时现在库存就是 为零基本上没有了 这些家庭医生甚至都没有库存了 所以他们就是抗议 说政府把他们推到最前线 但是他们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 所以现在就是比利时 在想办法 进口口罩 有的说从印度进 有的说从中国进 但是 还有就是鲁文大学检测中心 现在呢就是遇到材料短缺 机器短缺的问题 因为他们据说六天之内 已经用光了他们曾经六个月的库存 所以他们又订了一台机器 大概是下周会送到 因为需要检测的样本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就是忙不过来了 超负荷运转 所以这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就是希望在比利时的留学生们 华侨华人们都保护好自己 勤洗手 少去人多聚集的地方 千万不要让这个病毒趁虚而入 那更希望的呢 是国内的疫情能够早日清零 国内的家人和朋友都健康平安 我会定期更新比利时疫情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